你想用AI全程帮你创作儿童故事绘本吗? 这个视频就来教你! 大家好,这里是智慧维度,欢迎订阅关注!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绘本故事,就是我用ChatGPT和StableDiffusion共同制作的 由于节省了人脑,整个创作过程不超过一个小时,是不是超级便捷呢? 首先,还是要用到我写好的ChatGPT提示词母版 大家可以从FloGPT上,打开儿童绘本文案这个Prompt 还有另一种方法,打开我的HuggingFace网站,打开文件,把里边的内容复制下来,再粘贴到ChatGPT里去就可以了 这个Prompt可以让ChatGPT按你的要求创作绘本的文案,以及StableDiffusion的绘图提示词 这里我输入的是勇敢的小男孩,AI开始创作了 他不仅创作了绘本的剧情,还逐页地生成了故事文本,故事画面和提示词 我们看一下,生成的故事还不错呢,小朋友们一定会喜欢 接下来,我们只要把提示词为给StableDiffusion就可以生成画面了 为了突出主角,我对提示词进行了些修改,如增加人物特征等 AI创作的作品,总是能够给人以惊喜,这就是我们喜欢用AI进行创作的原因啦 另外,绘本的画风也非常重要 我增加了Style of John Classen这个提示词,来创作John Classen这位艺术家风格的绘本作品 当然你也可以改变提示词,选择不同的画风,都是非常适合创作儿童绘本的 最后,把ChatGPT生成的故事文本和StableDiffusion生成的画面用Photoshop编辑到一起,就可以出品啦 一起来欣赏一下吧 再分享一个小技巧 你可以对ChatGPT提出创作绘本故事的具体要求 比如创作关于友谊,分享,诚实,勤劳等具有教育价值的内容 或者创作关于四季的故事,小小侦探,海底王国大探险等题材 要求提得越具体,生成的效果越好 当然,复杂的故事对于AI绘画,尤其是分区绘图的要求就更高 感觉是不是很棒,赶紧给家里的小朋友 亲手制作这样一份特别的礼物吧 谢谢大家